2023年4月30日 天气晴朗 十一出行 这天我们正式开启新一年的旅程 上车上车 擦 买车的时候忘记你是个短腿的 来吧 上去吧 咱们 出发了 因为今年出发已经拖了太晚 又恰逢五一假期高速免费 所以打算先上高速 一口气奔到四川境内 第一次带着半岁的科技犬旅行 说实话 我心里也没底 好在丸子这家伙 比前几个月到家的时候懂事很多 上了车 大多数时间都静静的爬着睡觉 也没有在车里乱拉乱尿 这就让我省心很多了 并且虽然今年的车子 是一辆十年的老金杯 但在高速上运行 也算平稳 没有太难开 当然作为一辆老车 油耗高血也是正常 五百块钱的油 跑上六百公里就顶天了 这一路伴随着河迅的冲光 穿越险风淋漓的麒麟山脉 内心很是情凶惬意 但是这路上也不发一些小插曲 这会是在高速上 城万高速 下一个出口是全河 然后刚刚在过这个芭蕉隧道的时候 在隧道中间 我感觉到我的车被蹭了 我是坐 我是在左车道 然后他是在右车道 他前面跟了一个大货车 他想超车呢 然后车距他没把握好 直接就蹭到我车上了 看一下啊 这有一道子 然后 这边一点小吊漆 情况不是很严重啊 我打了双闪 但是他跑了 先把这个三脚牌给竖起来吧 把警示牌放在车后 等了两分钟 确定肇事车已经跑了 想想 只是一点小刮蹭 也懒得报警 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 驾上车 我们接着出发 夜幕降临之前 随便找个服务区休息 起床了各位 今天呢 是我们出发的第二天啊 昨天晚上第一次在这个车里睡觉 现在呢 咱们已经是在高速服务区上了 这几天不会再停留 要一路的奔到西藏 这会儿是在四川境内啊 哈喽 哈喽 早上好 第一次带狗子出游啊 当时设计这个卫生间的时候 专门给他搞了一个睡觉的地方 昨天晚上睡得还挺安省啊 没有吵没有闹 这两天四川境内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昨天晚上车门的窗户直接都没关 今天看样子又是一个大晴天 把这个睡袋收起来 从大房车改成了咱们这个自改房车之后 空间变小了很多 所以呢 车上尽可能的减重 就把棉被改成了睡袋了 因为睡袋是可以折的 哎呀 来 出来吧 哎 一大早就来伙伴了 那你先玩一会吧 早上起来泡杯茶 新羊毛尖 这是一个自动上水自动加热的一个壶 还挺方便的 因为我平时喝茶比较多 刷个牙 这辆车呢 我使用第一天啊 自己感觉还是挺好的 我所有设计的理念呢 基本上都在里头了 虽然说后期改装瑕疵不少 我也是前天下午出发之前才刚刚弄好 但是呢 总体的硬件基本上都是7倍的 那有朋友问我这辆车改装成现在这个样子 花了多少钱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啊 这个车呢是一辆10年的老金杯 买车花了13700块钱 然后上牌过户1000多块钱 等于说这个车整个下来是15000 这个车上所有的改装啊 算上人工费材料费加一块呢是3万块钱 现在呢就给大家大概的算一下 钱都花在哪了啊 我们看到什么说什么 一镜到底 整个车子的外观改变呢 材料费就是几百块钱 主要贵的是人工 这个颜色改成这种沙漠黄的 然后呢车顶是一个440瓦的太阳能 440瓦的太阳能加上一个控制器的话是将近2000块钱 然后这边一个质阳棚 这个质阳棚是费亚马的啊 也是2000块钱左右 看一下车子的里面 一个大平的导航 然后这里一个行车记录仪 加上一个脚垫啊 这个脚垫是全包围的 定做的打板的 所以呢这三样加起来是650块钱 里面 所有的柜子的板材呢 加起来是2000加 这些个窗帘 一圈的窗帘 因为是要定做尺寸的啊 加起来是400块钱 来上车瞅瞅 这边是一个移动电源 这个东西应该是车里最贵的了啊 这个移动电源的话呢 是6000块钱左右 3.5度电 星照蓝的 这边一个冰虎的冰箱 35升的冰箱啊 某多多买了不到700块钱 然后这里边是有一个 加热器 配上淋浴 加起来是300块钱左右 这个座椅呢 是定做的尺寸啊 加上底座 加上运费 当时是花了3000块钱左右 轮胎是全换的 4条轮胎 新的加起来1000块钱左右 然后车底的话是一个焊接的不锈钢的水箱啊 70升的水箱 这个焊接的话是400块钱 这个车上的大件的一些个东西啊 其实用料还是挺好的 比如这个JN棚非阿玛的 然后上面的4块太阳灯板也是进口的 这些东西是价格比较贵 按理说啊 3万块钱肯定是不贵的啊 算上人工人给你干了一个多月呢 主要就是小毛病多 瑕疵不少 但是这个小作坊的售后也是挺靠谱 反正我跟他说的所有问题 老宋最后都给我解决了 哪怕他解决不了 我自己找地方 然后最后钱也是他出的 好了 好了咱也做点饭啊 吃完饭之后呢就出发 出发的时候老妈给装的卤牛肉切一块 中午就焖个米饭吃 吃点粗粮吧 减减肥啊 去年十月份到家胖了快20斤 这个家伙是一刻也掀不住 解开陪你玩会儿 哎呀妈呀累死了 你不累吗 精力旺盛呀 还是年轻 我们家丸子呢是不喜欢玩球 他就喜欢追着拴他的链子 到处耍 饭做好了 吃饭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接着出发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天因为要赶路 接着走318进藏 有朋友已经约好 在林芝等我 318呢 视频再拍也没什么新意 到了林芝之后 再好好给大家出视频 我是冬瓜 一人一狗自驾中国 点赞评论下关注 远方的风景 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二人一期待 我 是 你 感谢观看